魏无羡没有反应,蓝旺激气而不舍得一声又一声地呼喊,并揉捏着他的双手。 他发现,魏无羡紧闭着的双眼那个弧度舒缓而狭长,像一弯长长的海岸线,柔美而占量。 那两扇眼睫毛,又黑又长又桥,像天鹅飞翔的翅膀。 蓝旺激浮在病床边看吃了,眼前这个人是多么地好看可爱,可是,他睡着了。 不肯起来跟他说话给他笑容,蓝旺激扭得性子无以复加。 趁着现在没别人在,蓝旺激一变又一变地呼喊魏无羡,魏无羡好像一直没有感觉到,蓝旺激没办法。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,他也该去上班了,只好松开了手站起来准备离开,却听见一声滴滴凝滞的声音,蓝湛。 蓝旺激猛一回头,重回到病床边。 魏英,我是蓝湛,我在。 只见魏无羡的睫毛颤了颤,睁开了一条缝,迷蒙地望着蓝旺激。 蓝湛,你来了。 是,我在。 魏英。 蓝湛,一睡醒来就能见到你。 真好。 魏英,你真是魏英。 蓝旺激动地问他。 是啊,蓝湛,我是魏英。 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? 魏无羡无力地笑着。 魏英,你稍等,我去找医生。 蓝旺激冲出了病房去护士站。 护士,请赶快找来魏无羡的主诊医生。 他醒了,醒了。 这么神,蓝院长一来他就醒。 护士站里的医生护士都给呆了。 医生一行人走进了病房,看见魏无羡真的睁一开了眼。 只探真是奇迹,睡了那么多天,终于肯醒过来了。 只不过醒过来的魏无羡,好像神志并不清楚。 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蓝旺鸡,紧紧盯着蓝旺鸡不放,眼里是迷惘。 不解,还有丝丝的痛楚。 魏先生,你醒了,祝贺。 医生叫护士通知魏无羡的家属到来,要再做一遍常规检查。 我是在哪里? 魏无羡看了一屋子的人问,魏先生,这里是医院。 你受伤了,我受伤了。 魏无羡转过头望着蓝旺鸡。 蓝旺鸡轻轻点了点头,跟他说,无事了。 江城和江燕里接到电话,及时来到医院。 看到魏无羡真的醒了,江燕里高兴地哭了起来。 阿县,我就说你会好起来的。 江城冲到病床拥抱了他一下,好你个魏无羡,你就是会折腾,把我给。 好了,醒了就好。 江燕里终于发现了蓝旺鸡的存在。 蓝院长,您来了,谢谢您来看阿县。 我们是朋友。 江小姐,你不知道有多神。 蓝院长来看魏先生,魏先生就醒了。 一个美丽的小护士像小鸟般欢快地跟江燕里说。 江燕里双手合适跟蓝旺鸡行礼道谢。 谢谢蓝院长。 蓝旺鸡莫名其妙地觉得,自己的脸竟然有点发烫。 他说,是魏先生自己醒过来了。 阿县,蓝院长来看你了。 你看到了吗? 江燕里牵起魏无羡的手,魏无羡眼睛还是挂在蓝旺鸡的身上,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,似乎有一些是不明白。 他回答不过来,医生看了检查单让护士去安排魏无羡,再做一遍常规检查。 蓝旺鸡看江氏姐弟都来了,就告辞前往云深不知出国学院上班。 魏无羡醒来了,也许一些问题就有了答案,他的一颗心竟然有一股暖流在涌动。 有心细,有感动,有一股强烈的喜悦之情,在冲击着他的内心。 这一天,云深不知处的白云更白,蓝天更蓝,窗外鸟儿的叫声更迷人。 蓝旺鸡的工作得心应手,非常的轻松,好像好长的日子一来。 没有一天的日子让蓝旺鸡觉得如此的畅快,那个法国人承认他是魏英,魏无羡是魏英。